我最近都留意到 有一些个别的医护团体 就着他们有些诉求 就发动起一种疑似的罢工的安排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 我们当然是着紧他们的安全 以及着紧他们自己本身身体健康的状况 因为他们是前线 我们都明白他们承受的情况和压力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在这个非常时期 如果有医护罢工的情况 万一开始的话 相信对香港的伤害是很大 市民的健康也有机会受到威胁 大家如果本书的原则都是 是先抗疫先救人为主的 就是先是处理好防疫的工作的 那更加大家应该投入那个 现在的医护运作 就不是反过来搞罢工 我在这里也都呼烦 其实现在我们香港正在应对 这个这么严峻的抗疫的工作 已经是大家应该全社会都遥振以待的时候 都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 就不要将现在是抗疫的工作 将它演变成为政治化 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考虑到香港整体利益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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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机会 到了 快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